來人往的西門捷運站六號出口 一名黑衣男突然拉住一名富人 放大畫面 先犯先把人往外拉 對方一度想抗拒 卻被推往站內 過程當中 隨身包包進燃 當場被搶走 因為當時是下午五點半左右 西門町六號出口外 人來人往 先犯當時鎖定一名落單富人 瞄準他手上的包包 下手搶劫 接著轉身往西門徒步區 方向逃逸 西門捷運站人超多 加上第一時間沒有求救 才讓對方搶劫得受 光天花日之下 發生搶案 就在二十二號傍晚五點半 六十三歲的林姓婦人 一個人在捷運站外 準備回家 被四十九歲的陽性男子給盯上 他們一路拉拉扯扯 到捷運站入站處 嫌犯強行搶走包包 過程中被害人還不慎跌倒 嚇得驚魂未定 乾淨打電話 請女兒幫忙報警 沒想到兩小時後 警方抓到人 嫌犯居然辯稱 只是要幫忙保管 一鎖定對象 警方立刻擴大搜尋 第一時間 男子還事後否認 就是不承認 自己就是搶廢 他跟他講一講 查一查 就抓去 他每天都來 這把是固定 來站一站 警方立即組成 專案小組調查 調閱相關監視器 及清查附近民眾 隨即鎖定陽性犯嫌 並迅速掌握陽性位置 前往查器 於兩小時內 巡線查獲 雖然兩小時內 就抓人移送 但警方也提醒 落單婦女 被以為人多 就不會被盯上 萬一遇上這種沉默強廢 可得大聲呼救 才能保護 自身安全 近新聞黃沈衛林彥 採訪報導 大賊近新聞APP 一手掌握新聞時事 敬善敬美 靜好新聞